就是像指針尖端 大家有一致性走向 看起來比較深染的樹毛肌 所以你會看到這三個好兄弟在一塊 那我們 再看一下這個好了 在這張裡面呢 在這個區域當中 像指針現在指的 這一樣是Hair Follicle 然後這只是同一個Hair Follicle 被切到不同的面 中間的頭髮都是掉了 那再來呢 這個白就是這個看起來像有很多脂肪細胞的這個區域 還有這個地方 就是屬於它的P直線 下方呢你有看到這條比較大聚集的 然後比較深染一點 有致性走向就是樹毛肌 我們放大 放大一些來看 好那在這裡 在這裡呢 就是Hair Follicle的部分 那我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Hair Follicle有分成好幾個部分嘛 那在這裡呢 這邊有一條粉紅色的線 這樣子 路過這邊 這個呢就是Glassy Membrane 這條粉紅色的 然後往內呢 到這個地方 就指針尖端到這個地方 到這裡 這個是屬於External Luchies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開始有這種桃紅色的區域 這是屬於Internal Luchies Hair Follicle 那旁邊的皮脂線呢 就是剛剛有提的 它的細胞核在中間 它旁邊看起來 感覺起來有很多的脂肪堆在裡面 就那個Lipid Drop 也很在裡頭的 這樣子 看起來這個樣子的 就是皮脂線 皮脂線 看一下斜切 到切到最下面 假設今天斜切的到下面 我們看最左邊真好 最左邊這個有切到Dermobabilla 好那今天Hair Follicle 到最下面的地方的時候呢 它會稍微的圓圓 紅一點 這個時候它叫做Hair Bulk Hair Bulk的地方 我們放大來看 好那Hair Bulk呢 因為它這個置類都是有點拉開 那我們看這一側好了 現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指針這樣修過的地方 用它一條 桃紅色的線這樣延伸上來 這一條桃紅色的線呢 就是Glassy Membrane Glassy Membrane 往內呢 我們再放大一點 好這一條桃紅色的線 這裡看得到了吧 桃紅色的線 這一條呢 就是Glassy Membrane 往內會有一層 一層 染色比較淡染的細胞 這是External Luscious 接下來呢 這裡面有比較深染 其實有點帶桃紅色的區 這是Internal Luscious 在裡面呢 就是Hair的部分 那我剛剛有提的 在往下 Hair往下延伸呢 裡面你可以看到 會有很多 就是黑色素出現 這個地方我們又叫Hair Matrix 就是這整個區域 叫Hair Matrix 然後呢 這個結地組織往內延伸進來 這個結構呢 我們也叫做 燈溫化PR 好所以 這幾個結構呢 在斜切的Hair Volicle上 是可以認得出來 那旁邊這幾個還要看嗎 Hair Volicle 在場的來點 我也會吧 要看嗎 挑一個還是不用了 不要 OK 太好了 那我們看到上面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大家知道什麼嗎 就我現在指正這個地方 因為你在皮膚裡面啊 所以我們剛剛皮膚講了那麼多 這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焊線 就每個片子呢 焊線切起來 跟它的排管看起來 造型會有點不一樣 那有的時候 片子固定比較好的時候 當然就比較漂亮 好那我們來 看一下在這個地方呢 像我現在指正尖端這裡 跟這裡是焊線的分泌布 這裡也是分泌布 右衛這一條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都是焊線的排管 大圓子還記得嗎 深藍的看起來 深藍的 就是排管 看起來比較淡然的 是分泌布 當然你要去細分的時候 還是要看一下 焊線排管呢 就是它最表面這層是立方 然後看起來是兩層 所以叫 Straight-Flight Cuboid Epipelium 那在這個地方 看起來就是很多層 亂亂的 然後又比較淡然 這個地方呢 就是汗線的 分泌布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汗線分泌布呢 要請大家認 就是像 現在只能尖端的這個細胞 基上皮細胞 或者是呢 Basement Membrus 外的 是Famble Gloss 大家就自己有空再認一下 好那我們在這個面子上呢 還有第三塊 皮膚的切片 好那這個呢 現在認得是薄皮膚還是後皮膚了吧 上面 角質層幾乎沒什麼 然後很破破的這樣 所以這個一樣是一個薄皮膚 那上面的Epipelium的部分 Epidermis的部分呢 它因為是薄皮膚所以 可以分成四層 簡單帶過一下 Strenocornium 接下來這邊有一層的 看起來裡面有顆粒的 就是Strenum Granulosa 放大一點 Granulosa在這個地方就這樣一層 然後下面呢 就是它的Strenum Spenolosa 極狀層 最裡霧的這個地方呢 是基底層 然後基底層在這個片子裡面 你會發現它裡面有點褐色 那是它的黑色素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再往下延伸就是Dermis的地方 那你知道這團是什麼嗎 現在指針階段這一團 這團東西就是P直線 可以嗎 只是剛好沒有切好黑的Follicle 不知道在哪裡 後面這裡有樹毛基 這裡也有一個樹毛基在這裡 我們往下看一下 剛往下呢 因為這個片子制裂沒有那麼好 那你知道現在這一團是什麼嗎 還有這邊 就是我們剛剛集體的汗腺的部分 分泌骨跟排管 好那分泌骨呢 因為這個就是固定的沒那麼好 你會發現它破破的 反正亂亂又淡然 所以是分泌骨 那右手邊的這一群呢 看起來呢 看起來呢就是兩層結構的 反正叫副層 然後大家看起來比較深啊 排練得很好 這個呢都是汗腺的排管 那這個片子大致上到這個地方 大家有問題吧 沒有的話我們就往下繼續看別的片子了 沒有的話我們就往下繼續看別的片子了 好那我們剛剛有聽到說就是我的demo片裡面 後皮膚的demo片當中呢 有 Persinium Copsol 這一張呢從地背底下 應該你就要能夠認得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角質層非常多層 所以這是一定是一個厚皮膚 好那接下來呢 只能接到這個地方 一路往下延伸 到開始出現脂肪細胞開始呢 就是屬於hypodermis 那在我 這一個片子當中 在hypodermis裡面 你會發現 就跟當臀部長一模一樣 這兩個結構 再來呢就是 Persinium Copsol 就是你可以看到正中間 其實是一個沒有被水橋包覆的 一個神經末梢 外圍呢 就同心圓排列 其實是取望式細胞 周圍的鄰居呢 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脂肪 脂肪細胞了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地方能聽到hypodermis hypodermis當中 同心圓排列的結構呢 就只有一個 叫Persinium Copsol 就只有一個叫Persinium Copsol 就只有一個叫Persinium Copsol 好那在這裡呢 我想 厚皮膚的部分 應該就只有一個叫Persinium Copsol 我們就繼續往下看下去 42 好那42呢 是一個 薄皮膚 我們就要來就是 專心再看一下 不同各式各樣的 Hair Follicle 長什麼樣子 好那在這裡呢 你先看一下 Epidemius的部分 因為看得到 它角質層是比較少的 所以首先 這是一個薄皮膚 接下來呢 是真皮的部分 真皮從這個地方 大概到現在指針尖端的這個區域 以上呢 就是屬於比較疏鬆的 所以是 Popular layer 以下呢 是比較致密的 叫做 Reticular layer 好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我們要來看一下各式各樣不同的 Hair Follicle 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片子裡面 Hair Follicle呢 它有各式各樣的造型 我們先看左邊這一群好了 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Hair Follicle 中間的Hair不見 不在 然後旁邊呢 是皮脂線 好所以這也是Hair Follicle 那我們來看 大家想看哪一個 不如就下來一點的這個好了 好那現在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比較往下一點的Hair Follicle 雖然因為往下一點 所以你就看不到皮脂線 也看不到樹毛肌 好但是呢 我剛剛有提到說 Hair Follicle 我們就是要認識那幾層吧 包括了現在指針尖端的這一條 就是Glassy Membrane 接下來老內延伸比較淡然的 External Luchies 然後看到比較桃紅色 然後有一些褐色的 或是灰色的 這是Internal Luchies 好那接著這裡面這個部分 就是Hair Hair本身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看還有哪一個 好那像這個的話 Hair就是掉了 所以中間是空空的 但是這一樣是一個 Hair Follicle的結構 挑一個下面一點 這個好嗎 好剛剛這個好像最好 自己很自立 大家不理我 好這個 這個 好那這個呢 這也是Hair Follicle的部分 好那在這張當中 Glassy Membrane 感覺起來就比較清楚一點 在這個地方 Glassy Membrane 然後呢 往內延伸 代染 這個大家會了吧 External Luchies 接下來就是 Internal Luchies 然後中間是 Hair的部分 這個 那大家知道旁邊這什麼東西嗎 汗腺 可以嗎 汗腺 憤泌部 好那這一張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 這些結構 那我們就再往下看 42、43、43 好那43這一個呢 是頭皮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 重切的 比較重 比較重切的Hair Follicle 好所以滴背下呢 你看得出來 薄皮膚吧 薄皮膚